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水瓶希望自己每天的生活都像是新的一样 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另一半每天都处于一个懵逼的状态 水瓶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能每天有心惊喜 最好不要让水瓶对你感到失望 否则你就惨了 水瓶做最讨厌的人是自我为中心的 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前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虚伪之人 遇到这样的人水瓶最比试 所以和水瓶做在一起要少说话多做事 用俗肤浅臭显摆 房子大 车子好 票子多 了不起了咯 但再有钱也改变不了你心眼小 性格差 品味俗的状态 物质上很富有 精神上很空虚 水瓶根本不想理你 水瓶做想法特别多 是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 而且水瓶做也特别喜欢把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付诸行动 所以在感情方面 水瓶做唯一的标准就是 懂我不懂水瓶做 怎么可能跟他们走到一起呢 水瓶做的人在与人争抢东西方面总是最弱的 属于自己的东西总是被人抢走还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总给人留下懦弱无用形象 其实不是水瓶做没有能力去争抢 只是水瓶明白一个道理 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用去争抢 这不是缺点 也不是优点 只是水瓶一种与生俱来的性格 水瓶希望对方能在意他 他不喜欢求来的东西 他要的是你发自内心的挂念 水瓶做的女生是需要宠的 哪怕是一起吃最便宜的饭 他也会开开心心 因为你记得宠他就够了 你对他冷 他对你更冷 有时候 水瓶做是个压抑的星座 他在乎的事情太多 家人 朋友 怨人 可是不会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所以经常被人误解 但其实水瓶只是单纯的希望 最后连自己都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所以故作出冷漠的神情 把自己封闭起来 水瓶是个能轻易洞察别人想法的星座 还是个很好的开导者 他们从不轻易许诺 因为会信守到底 如此一个在别人眼中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的星座 却是很讨厌自己的自以为是 什么不愉快是会转瞬即使 什么想得开 才不会因为放弃而世人 统统都是骗人的 没有那么伟大 也没有那么大方 却总是在受伤之后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自以为会好起来 心中是多希望得到真诚的安慰与关心 他们真的很讨厌自以为是 虚伪的可以 常常让人摸不着编辑的水瓶座 最讨厌就是有人在他们面前装老大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其实他们是很自我中心的 如果突然要他们打破原则 可是会遭致白眼以对的 虽然水瓶座的思维不一逻辑思考 然而其实他们最喜欢那种勤恳 少说话多做事的人 当然如果你把他当偶像崇拜的话 可是会更容易掳过他的心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